为期六天的秀林湘得吉利黄金海生活节圆满落幕了 秀林湘代理厢长温永安感谢公所团队 秀林湘代表会继各村村长的权力支持 在暑假期间让游客来体验部落的音乐饗宴 秀林湘代理厢长温永安表示 换现为全国公共大臣 秀林湘从这村位居于北南下进入花林第一个交通要道 一旁临近美丽的清水断圆 以及太平洋的海岸景色交接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地理环境 吸引众多观光产业在地发展 如独木舟、COP欲饮区民宿、文创咖啡等产业侵起 再加上进入了太鲁格族群 以及定制乐场文化 丰富多元的观光因子 并且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探索 大家的歌声响透云霄 大家的舞步溅飞了沙滩的沙子 所以很多人告诉我说 乡长是不是以后 以后把时间拉长变成两个礼拜 这是一个他们的建议 我在这里跟各位保证 全体修理相公所 特别是今天 我们所有的一级主管都到这边来 都还没有回家 下班以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 为了今天这一夜 所有大家的意见 我们会非常审慎非常谨慎的来研究 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 会办得更好 办得更精彩 办得更有意义 2023德基里黄金海岸生活节 嗨番德基里活动 现场有精彩歌舞展演 星光主题四集 海洋保卫及金汤活动 色仙体验 水上游戏体验 露天店以及在地任意门 艺术装置的呈现 请众多游客来参加 并且一同享受 只属于重得春的 环金海岸生活药道 记得喜欢小伙伴们 道 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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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